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三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美国新任大使有关消息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 在七月二十九日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建立个人推特 并首先发布两张照片 其中一张是在上海中共一大会之前所拍摄的 另外一张这次在七二年时任总统尼克松访华时 中美联合公报诞生地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所拍摄 而在六月结束任期回至中国的崔天凯 也在今天结束十四天隔离 微博发布照片显示 崔天凯也来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几乎与秦刚同处拍照留影留念 作为秦刚前任的崔天凯现年已六十八岁 已经超过了中国高级驻外大使的退休年龄 而在上个月崔天凯也结束了在华盛顿的八年任期 成为了中国任期最长的驻美大使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雄安新区有关的消息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七月三十日所刊登的报道 经经济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透露 要率先启动高校医院央企总部等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 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还表示会进一步明确年度重点工作时间表路线图成熟一个实施一个 成熟一批实施一批等 通知人特别表示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经过多年的研究论证 形成了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一加N加X方案 下一步将会加快建设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二期重大项目和公共服务陪陶设施 按照总体工作部署 从今年起将以在北京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为重点 分期分批推动相关功能区向熊安先去疏解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胡安明案的最新进展 在刚刚过去的周五联邦检察官向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法院提交了有关于重审华裔科学家 胡安明电信欺诈以及虚假陈述有关指控的一项书 胡安明出生于中国拥有加拿大国籍 曾是田纳西大学机械航天生物医学工程系副教授 二零二零年二月被大陪审团起诉 声称他犯有三项电信诈骗以及三项虚假陈述罪名 其中主要涉及在接受联邦政府拨款期间 是否隐瞒与中国大学的关系 此案被认为是川普时期启动的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 又称中国倡议 打击科研机构人员与中国关系行动的一部分 在今年六月的庭审中联邦探员承认 针对胡安明采取了一系列虚假指控暗示和相关行为 陪审团没有办法达成裁决一致 联邦地方法官宣布审判无效 但是要求司法部在本周五前决定是否重审还是放弃此案 而就在周五由联邦众议员刘云平所领导的近百位国会众议院小组 联名致函司法部长加兰对胡安明案中潜在的不当行为表示担忧 并敦促司法部对错误针对亚裔个体行为展开调查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 亚裔推进正义协会执行会长强调 联邦政府的作为是对正义和民主的无视 审判暴露了对亚裔美国人和亚裔移民的调查监视起诉 存在严重问题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新疆问题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新疆新闻发言人徐归向在周五在北京就新疆议题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欧盟的拜交官不允许进入新疆 是因为欧盟方面提出了所谓不合理的要求 比如要求面见包括伊利哈姆土贺体在内的维吾尔族在押人员 因此双方就欧盟外交官复江举行对话 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徐归向在记者会上说 他们要求会晤伊利哈姆还有其他的罪犯 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 鉴于这样的思维和先决条件 中国不支持在这样的基础上安排访问 伊利哈姆土贺体是维吾尔族学者 二零一四年因所谓分裂国家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今年五月欧盟与中国在新疆问题上互相祭出制裁 欧洲议会拒绝审议批准中欧投资协定 并通过一项决议案呼吁抵制二零二二年北京冬奥会 新疆政府发言人许桂相在周五还说 思想有偏见的人去新疆我们不欢迎 他说中国高度重视邀请欧盟使劫去新疆访问 尽可能提供方便接触面 希望国际社会有机会访问新疆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一本新书中所披露的内容 有一本新书叫做以多打扫特斯拉马斯克以及世纪独注 在刚刚出版 马斯克在二零一六年在一通电话中 曾对库克说要求成为苹果的CEO引起外界关注 这本书是由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西格斯所撰写的 书中表示库克建议由苹果来收购特斯拉 当时马斯克回应说他想成为CEO 马斯克又澄清说我想当的是苹果公司的CEO 而书中写道库克听了马斯克的要求 在挂断电话前用脏话说了一句F开头的词 大概翻译成去你的 而马斯克和苹果则称对话从未发生 两个人从未对话 在社交媒体推特马斯克在周五晚间进行紧急回应并否认 说我和库克本人根本没有交谈过 也没有通过信 他说我曾经想与库克见面 讨论苹果收购特斯拉的事情 但是没有提出收购条件 马斯克说是库克拒绝和我会面 他还在推文补充表示 当天特斯拉的价格大概是现在的百分之六还不到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观点文章 之前所传出滴滴私有话到底是真是假呢 文章介绍 如果你醒来时发现你在城里过了一夜之后 已经结婚了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有两个首先是你是否可以取消婚约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再有就是你不得不经历一场混乱而昂贵的离婚 这就是现在许多投资者正在经历的事情 他们看着自己的投资组合 盯着那些曾经最吸引人的股票 也就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 当华尔街日报报导 滴滴正考虑将自己私有化 部分是为了安抚购买其首次公开募股的投资者 然后又发现中国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大锤整治 六月上市以来这一家轿车服务巨头已经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市值 但是就像婚约被取消一样 这并没有这么容易 文章介绍滴滴首先否认了这样的消息 但是私有化的猜测仍然猖獗 这将是投资者在失败后得到补偿的简单方法 另外一个选择则是代表滴滴股东的美国律师事务所提出众多证券集体诉讼 情况十分艰难 文章认为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发生的 滴滴的商业模式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分析师们不得不修改他们的盈利预期 作为中国打击的一部分 监管告诉公司必须要从移动商店删除程序 停止增加新用户 这就切断了滴滴在中小城市扩张的动力 本来在中小城市扩张是他们未来在中国销售增长的主要来源 此外滴滴在中国市场的利息税收折旧和摊销前收益 减占其交易总额的百分之三点一 他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现金大牛了 而文章表示这种重新评估商业模式的严酷视角 绝对不是单单针对滴滴 在一周前向新东方科技教育集团公司等 也将不被允许从课后的K十二课程项目中赚钱 导致投资者纷纷逃离 这些公司还不如再次私有化 而这种情况以前也曾经发生过 在二零一五年中国股市大涨时 许多公司非常乐意偿还他们在纽约的投资者 然后退市 然后再次在中国上市 比如骑虎三六零等 而这一次的理由却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在现在中国官方更加注重社会平等 而不是资本收益时 受到监管打击的公司 最好不要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了 需要努力找出更持续的商业模式 这就是为什么滴滴是中国公司基本体面的一个重要测试案例 他当然可以说遭受了中国不可预测的监管环境的影响 但是滴滴也是中国第二大独角兽 拥有软银等顶级投资者 一个月前筹集了四十四亿美元 难道现在不应该归还这一些钱吗 文章最后介绍中国监管机构表示 该国的科技独角兽可以继续在美国上市 这也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卖家 美国投资者希望得到一些保障 中国的股票并不是不可信任或不可投资 滴滴应该做正确的事 让你的投资者得到补偿 这比一场惊天动地的离婚要来得好 最后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官员们表示 中国和印度已错过了联合国规定的提交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新目标的最后期限 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是几十个无视联合国气候变化机构规定 七月三十日最后期限的国家之一 按照要求这些国家需要提供有关于遏制地球变暖气体排放的最新计划 中国是世界上排放量最高的国家 印度位居第三 美国在四月提交了其目标 联合国气候负责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百一十个签署国 到截止日期前提交有关说明表示欢迎 由于大流行病的影响 截止日期已从二零二零年底延长 但是他表示只有百分之五十八的国家及时提交了新目标 这远远不能让人满意 他表示之前的一份报告发现各国在实现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变暖控制在两摄氏度以下的目标方面仍然做得太少 与工业化前相比 将升温控制在一点五摄氏度 这一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则远远没有实现 他表示最近全球各地的极端热浪干旱洪水都是可怕的警告 我们需要做得更多也需要做得更快 而这只能通过更加雄心勃勃的国家发展计划来实现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近日华尔街频道的其他节目 由于传播发生在人群密集和流动人口众多的场所 疫情波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控制难度也比较大 目前除了在南京和张家界两地都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疫情管控综合措施外 还在全国紧急启动了涉及两地流出人员的大规模的排查追踪等一系列管控措施 由于达尔特变因病毒呢 它的传染性和传播能力强 传播速度更快 这就要求各地的流入人员排查行动 要抢分多秒的迅速开展 假如说有一些特殊情况 用同一个企业的同一个品种的疫苗不能够完成的话 那么后续也要用相同技术路线的疫苗来完成后续的一个接种 所以目前我们国家关于疫苗接种这块 刚才你说的混打方面 我们还是要按照原先的规定不能混打 那么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 需要对全人群都进行了第三剂的疫苗接种 初步观察 对已完成免疫接种一年以内的普通人群 是占没有必要进行加强针的接种的 王华兴先生 科研公关组疫苗研究